加入所有金战柱都变远程 那么谁才是最强远程金战柱的呢 这次我们的参赛选手一共有10名 分三个回合 作出最远程金战柱 首先我们第一回合出战的是 玉米狗 大锤菇 胡萝卜角龙 小猫猎手 小猴骑士 好的 各就各位 上至前圆 没看到大锤菇选手 在指甲苑还没破破中心 就将其干掉了 伤害方面 零下其他人好多 另外德雪猫龙猎手 也同样很快就干掉了 第一个失败者 是夏日葵骑士 可能身边没有夏日葵妹妹 让她无心两战吧 好了 第一回合 紧急的选手是大锤菇 胡萝卜角龙 小猫猎猎手 第二回合上场的选手是 无奈花 蛇草 大嘴花 街壶草 切屎豌豆 大嘴花一口就把对手卖了 这家伙 属于是太挂了 学校比赛这个 第二回合 紧急的是 烟狐草 切屎豌豆 OK 第三回合 有请上我们的指甸人 二号选手 谁会是 最强远程中午的呢 结果即将揭晓 小猫猎手 大嘴花 终于如一年 大嘴花 大嘴花 许子 基本上 小猫猎手 可以 大嘴花 我的天哪 最后骑士豌豆竟然依靠着此坦度 拿下了此次比赛的胜利 好了 最强远程竞战中就是 骑士豌豆